泰国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在泰王生日前夕暂时休兵 但受诚过后 泰国反政府示威者9号将先示威高潮 目前已有35个国家向国民发出赴泰旅游警告 泰国示威领袖速帖6号晚表示 9号将是反攻日 抗议群众将在曼谷时间9号早上9时39分 从每个集会地点开始游行 一起游行到总理府 他将在这一天亲自领军到总理府前抗议 但不准备占领总理府 苏帖还呼吁泰国各地民众9号离开工作岗位 加入示威活动 苏帖表示将接受当天战斗的结果 不管成功失败 大家要总动员站出来 如果再输就停止抗争活动 他会面对接受指控走进监狱 泰国外交部部长苏拉鹏7号表示 目前有36个国家和地区向民众发出赴泰旅游警告 叫他们远离游行地点 并有四个国家和地区提醒国民暂物前往泰国旅游 据了解 香港等地旅行社已经暂停办理赴泰旅游业务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泰国曼谷报道